原标题 美国为何鄙视中国轰20 威胁不大 原因让国人彻底愤怒了突围轰20CG近日 美国媒体称 中国军工系统突然传出消息 中国的最先进的远程轰炸机轰20即将进行首飞 中国军迷未知振奋 因为这将结束中国没有远程轰炸机的历史 但是美国的专家却认为 这种远程轰炸机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微乎其微 仅仅会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威胁 作为三位一体的战略轰炸机被人如此藐视 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广泛愤怒 如果说中国的轰20远程轰炸机从中国本土起 非想要轰炸美国本土 轰20区区1.4万千米的航程 无法保证轰炸机能够安全返航 所以中国必须要为轰20轰炸机配备一定数量的空中加油机 但是现在中国的主要加油机还是改进自前苏联的图16轰炸机的 轰油6空中加油机 这种加油机连中国的尖机机编队需要的燃料都难以保证 更不要提中国的远程轰炸机了 土尾轰油6加油机即使中国能够将进口的1276运输机和已经进入服役的运20运输机改进成为加油机 这些加油机也必须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这些加油机并不是隐身战斗机 在空中加油的时候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海空军发现 这样一来隐身轰炸机的优势就难以发挥的淋漓尽致 也就会进一步削弱远程轰炸机战斗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预想是正确的 中国缺少海外的分基地 也难以在海外部署远程战略轰炸机 这样一来中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无形中被斩断了一条地板 但是俄罗斯却不同 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 俄罗斯可以更加简单地对美国或者欧盟进行远程轰炸 所以在美国人眼中相较中国未来的空20轰炸机的威胁 他们更加看重如何防备俄罗斯的轰炸机 图为美国的第二轰炸机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美国也是一样存在的 但是美国却拥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军事基地 这些军事基地保证了美国可以在这些地方起飞自己的战略轰炸机 这样一来远程轰炸机航程限制的缺点就被很容易地克服 但是在军事基地无法使用的时候 美国的第二轰炸机的飞行员只能提心吊胆地在空中进行加油 因为他们很担心加油过程中飞机的隐身效果受到影响 从现在来看美国已经把下一代隐身的空中加油机的设计生产提上日程 而中国也在寻求射程超过400千米的超远程反预警机空空导弹 目的是对抗地方的大型预警机或者空中加油机 所以中国想要让自己的战略轰炸机拥有真正的作战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